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也要找山羊爷爷学念泥人 嘿嘿 我也想学 捏出来参加手工展 念泥人是很难的 本王子真怕你们学不会 我觉得认真学肯定能学会 对吧 蹦蹦 对 我的泥人一定会让大家大吃一惊的 山羊爷爷 蹦蹦 山羊爷爷 萝卜头 快进来 嘿嘿嘿 山羊爷爷 我们想和你学捏泥人 萝卜头 嗯嗯 山羊爷爷 你捏的泥人真好看 快教教我们吧 哈哈哈哈 没问题 爷爷现在就教你们 好好看 虚 vers 谢谢 glaub listeners 你怎么在哪里 真好看 他 你在哪里 他 你在哪里 你怎么在哪里 你会把你搅拖露 那里 你感觉 啊 啊 那里 哇 好厉害呀 谢谢山羊爷爷教我们 不用谢不用谢 以后你们有问题就来问爷爷 山羊爷爷 我拧的泥人要参加手工展 您记得来看哦 好 好 太好了 泵泵 我们扫扫过去挖土 今天一定能把泥人捏好 泵泵 你干什么呢 我看在这去土就行了 泵泵 还是去小溪边吧 山羊爷爷说 那儿的土沙子少 粘性也好 可是 那太远了 在这儿取土又省力气又方便 嗯 我 我还是去小溪边取土吧 哎呀 那得什么时候才能弄完呀 哦 终于好了 帮帮帮 哎呀呀 看看你累的 我的土都快晒好了 哦 嘿嘿 你可真快呀 那是 Airlond ship 那么 哎呀 鸣鸣鸣鸣鸣 我做个这样的牛人怎么样啊 肖 made diagonal federal 大萝卜吧 哦 我知道了 我要举一个大风泊 打水去了 邦邦 给你 你该晒土了吧 不用不用 这么多土晒起来太累了 你看 石头和叶子我都跳出去了 可是 没事没事 没问题的 好吧 豆腐头 你脸上黏了好多泥 这里 这里 还有这儿 好痒啊 已经砸得很干净了 谢谢笨笨 没事 我的脸 笨笨 萝卜头 快看 笨笨 你可真快呀 那是当然 你这么快就把泥都融好了 融两下就好啦 你看 我捏好了 笨笨 你的泥人摸起来不太光滑 还有些软 你应该按照山羊爷爷教的做 可是 我看着挺好的呀 放心啦 哎 嗯 哈哈 玩弓 萝卜头 你看我的泥人 怎么样 真好看 特别像你 嘿嘿 和我一样帅 嘿嘿 笨笨 我帮你把泥人搬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去吧 嗯 展览就在活动区 搬来搬去太麻烦了 哎 我知道了 嘿嘿 完美 萝卜头 躺得没啊 嘿嘿 还没有呢 萝卜头 不用那么仔细啦 快点做完咱们好去玩啊 嗯 我觉得还不行呢 嗯 那要不我先去玩啦 嗯 你要是听我的 这个时候也能去玩啦 嘿嘿 嘿 嗯 终于好了 要找个好地方放才行 你们看 我做的小灯笼 真好看 给阿看看 哇 真好看 嗯 你们看阿爹 哎 新玩具书包 小艾好厉害 嘿嘿 可以装好多玩具 嗯嗯 比不上我的 给你们看看阿的创意 就这个 当然不是啦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噔噔 哇 好厉害 还是本王子的笔筒最实用 摆在这儿怎么样 奇迹也很棒 哎 萝卜头 你做的是什么呀 我捏的小泥人 像吗 还真是有点儿 萝卜头 你真的学会了 嘿嘿 嘿嘿 快让俺们瞧瞧吧 真好 孩子们 手工准备的怎么样啦 真有意 你看 萝卜头的小泥人 是不是很包呀 嗯 捏得不错 那不斩吧 好 我决定用萝卜头的小泥人 跟本王子的放在一起 嘿嘿 这才最棒呢 最棒的 最棒的在这里 哇 蹦蹦捏迹迷人好大呀 快让俺们看看吧 嗯 嘿嘿 噔噔噔噔 哇 欸 这儿 嗯 蹦蹦 你的泥人捏的是挺大的 嘿嘿 就是 呀 嗯 泥人上有个裂缝 这里也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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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一 意外 意外 嘿嘿 看 还是挺好的 啊 啊 怎么会这样 蹦蹦 别难过了 这泥人 你是不是没有按照爷爷教的步骤来做呀 嗯 我先累 就把一些步骤给省了 蹦蹦 我们要按照要求 有玄土 筛土 这样做出来的泥人才不容易有裂痕 尤其是不能在太阳下暴晒 否则泥人啊 它一定会裂掉的 山羊爷爷 我以后不偷懒了 好孩子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我要做一个更好的 好呀 好呀 我来帮你 谢谢你 萝卜头 嘿嘿 不客气 山羊爷爷 哎呀 小年年人 你能教教俺吗 我也要学 教教我们吧 教教俺们吧 教教俺们吧 山羊爷爷 拜托拜托 教你们可以 但勿许偷懒 能做到吗 能 小朋友们 想要成功做成一件事情 一定要经过充分的准备 还有辛勤的劳动才行呀 嘿嘿 你们记住了吗 小朋友们 再见 玩具小车比赛 玩具小车比赛 你们看 我这的青蛙跳得多棒啊 本王子这的青蛙才叫厉害呢 那就来比一比 怎么样 比就比 预备 开始 你犯规啦 看我的王子啊 看我的最强蛙 看我的秘密武器 跳啊跳啊 小飞机 快看 俺的飞机最棒了 熊儿你真棒 要是本王子也折飞机 肯定比你厉害 我也来 还有我 这个简单 预备 三 二一 三 二一 哈哈哈哈哈哈 嗯 好了好了 明天咱们一起组装玩具小车 看谁的小车最棒 怎么样 我没问题 本王子肯定是最厉害的 应该不会太难吧 我也要参加 嗯 第一名肯定是我的 是吗 当然啦 耶 嗯 好了好了 我们就给他关于小月亮 还有啊 还有啊 怎么装啊 哦 对啦 可以找爸爸帮忙 爸爸 哎 我 我有一个任务 需要你帮我一下 嗯 是什么任务啊 我 嗯 我需要坐一个小车 跟光头墙他们一起玩 可是 我怕我做不好 嗯 这样啊 爸爸来教你做 怎么样 嗯 哇 做好了 来 快试一下吧 好 啊 我做的真是太差劲了 怎么会呢 已经进步很多了 爸爸给你看看我以前做的小汽车吧 啊 哇 哇 太棒了 爸爸 你真厉害 哈哈哈 太棒了 孩子他爸 快来帮忙 哦 好嘞 那小月亮 你自己收拾一下啊 嗯 爸爸做的小车可真好呀 要是我拿这个小车去比赛肯定能夺第一 看本王子坐的小车 金灿灿的王子一号 一看就是王子的专用车 嗯 看安爹看安爹 安爹蜂蜜号 又高又大 嘿嘿 还是本王子的好 哼 你们看 嗯 我的霹雳号 好酷呀 让安看看 我也要看 我也要看 嘿嘿嘿 嗯 感觉大家坐的小车都挺好的 小月亮 你在这里 来啦 小月亮 你的车呢 不会是没坐吧 才不是呢 这是我的月亮号 不用推就能走 怎么可能 看好了 哇 小月亮 你月亮号 好棒呀 对呀对呀 你这也太厉害了吧 嗯 怎么样 我就说不用推吧 嘿嘿嘿 该上课了 我们还是快收起来吧 你今天怎么这么积极啊 笨王子一直都很积极啊 对了 放学后 我们去小山坡那里玩赛车吧 看看谁的车跑得快 好 好 他们是我的家 不要无理嘻嘻嘻哈哈 小月亮 你唱的歌真是太好听了 谢谢光头强 嘿嘿嘿 不客气 小月亮 你的小车 为啥自己能动呀 告诉俺呗 嗯 傻事啊 我也想学一下呢 快点告诉俺们吧 我的王子一号多厉害啊 嘿嘿 跟我学不就可以了 嘿嘿 不用了不用了 我还是觉得小月亮的最好 我的车这么金灿灿的 还充满了王子的气质 可是小月亮的车 会自己跑 那个 我先回家拿点东西 帮我接 看我的看我的 本王子的王子一号 小月亮回来了 玩得开心吗 我 发生什么事了吗 对不起爸爸 我今天怕同学们取笑 就把你的车 当成我的车去给大家看了 大家问起小车是怎么做的 我却搭不上来 哈哈哈 你的小车也不错呀 我的小车轮子总是掉 肯定比不过他们 现在比不过他们 也没关系 只要你能保持进步就好了 你等一下啊 我给你看些东西 我给你看些东西 小月亮 你看 爸爸 这些歪歪扭扭的车是谁做的 这些是爸爸以前做的 爸爸以前和你一样也是做不好 但是后来爸爸就努力做了很多 也就越做越好了 哦 爸爸你真厉害 你呀 是第一次坐小车 已经比爸爸坐的第一个小车好多了 我知道了 我也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小汽车做好 我来啦 小月亮 我来啦 快来快来 比赛要开始啦 小月亮 给我们看看你厉害的小车吧 对不起 上午给你们看的车是我爸爸坐的 原来不是你自己坐的呀 这个才是我坐的 这个也很好看呀 真的吗 我还以为自己坐得很差呢 那本王子可就赢定了 那可不一定 比比才知道 塞车塞车啦 预备 预备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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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的王子一好快吧 啊 不如快你迪车 月亮 翊平阳 往前撑 我进了 耶 我的王子一好 别乱护 你迪车 月亮 让我们再来一局吧 好 这次王子一定会赢到 小朋友们 只要自己不断地学习 每天都会有进步的 你们说是不是呀 小朋友们 再见 不懂装懂的吉祭 熊大凯特跟吉祭答应了山羊爷爷 周末要帮他采摘蔬菜 凯特 走啊凯特 快点呀凯特 来啦 凯特 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呀 这个呀 这个是不倒翁 是我爸爸送给我的 好可爱呀 好多蔬菜呀 摘蔬菜咯 好 奇奇王子 你知道右边是什么瓜吗 本王子可是什么都知道的哦 两边好像都是黄瓜 一个长一点 一个短一点 长的是大黄瓜 短的是小黄瓜 啊 哈哈哈哈 那是丝瓜 短了才是黄瓜呢 你过来看看 这个是丝瓜 虽然呢 长得像黄瓜 但不是 鸡剑 你该不会不知道丝瓜吧 谁说的 我知道那是丝瓜 短的是黄瓜 本王子也说对了呀 嗯 哈哈哈哈 熊达 鸡鸡毛毛 快来帮帮我 哦 来了来了 土豆 咋没看见土豆呢 本王子来告诉你 嘿嘿 鸡鸡 你快告诉我 快告诉我 刚才本王子弄错了 这一次我得让熊达知道 本王子弄很多东西 嘿嘿嘿嘿 鸡鸡 你说啥呢 嗯 没说什么 看不见土豆是因为 因为还没长出来呗 是吗 那当然 我们给它们多浇点水 土豆喝饱了就出来了 嘿嘿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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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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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跟你开玩笑的 嘿嘿嘿 嗯 终于摘来了 鸡鸡王姐 熊大 我还有事 剩下的就拜托你们了 嗯 交给俺们吧 再见 再见 熊大 鸡鸡 快来帮帮我 咋了 凯特 刚才干活的时候 不小心把步道问给挤快了 别着急 让俺们看看 嗯 材质应该是塑料 好轻啊 还有弹性 好像是空心的 有什么办法能修好吗 嗯 这个 这个步道翁 看起来跟我家的皮球一样 应该也能记好吧 要是我修好了 他们一定会崇拜本王子的 嘿嘿 嘿嘿 还是让本王子来吧 姐姐 你会修吗 当然 没有本王子不会的东西 哇 你们看啊 要是让他恢复原样的话 就得挤 哦 步道翁是空心的 还有弹性 是不是跟皮球一样呢 哦 我家的球扁了 也是被我一挤就好了 步道翁应该也差不多 有道理 有道理 嘿嘿 看我的 嘿嘿 哇 啊 啊 怎么会这样 没事没事 只要 哦 只要在挤压底部就能恢复了 大概能行的 啊 啊 我的步道翁 啊 啊 吉吉你真的知道怎么修补导翁吗 啊 这个 呃 嘿嘿 哼 笨王子就是会 嗯 啊 吉吉 遇到不懂的问题 嗯 就应该去问大黑熊老师 嗯 不懂庄懂 反而会把事情搞砸的 哼 大黑熊老师 都没我懂得多 哎 啊 我的步道翁 啊 我 我 我 对不起凯特 我不应该不懂庄懂 弄坏了你的步道翁 没事没事 我会让我爸爸看看的 应该能修好 哈哈 哈哈 走吧 嗯 我们还要把蔬菜 拿到厨堂室里分类呢 走吧 吉吉 嗯 哇 柠檬应该可以修好的 为什么失败了呢 哈哈 嘿嘿嘿 凯特 我的全部分好了 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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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还有需要帮忙的吗 凯特 凯特 没有啦 都差不多啦 凯特 凯特 我想起来有事儿要先走了 借下你的步道翁 嗯 姐姐 没有 也没有啊 这里也没有 姐姐需要老师帮忙吗 哎 猫头鹰老师 您来了真是太好了 猫头鹰老师 您知道怎么让步道翁恢复原状吗 这个 哎 可以用热胀原理啊 热胀原理 热胀原理 热胀原理啊 就是 终于完成了 凯特 熊大 你们快跟我来呀 哎 姐姐 这是要干啥呀 来了你就知道了 姐姐 小石套哦 不怕 我戴了隔热手套呢 姐姐 你要热水干什么呀 凯特的步道翁 嘿嘿 现在是本王子施展魔法的时候了 等等 姐姐 你这是要把步道翁 放到热水里去吗 是啊 你可别把它又弄坏了 放心吧 这回我可是查了资料的 你们就看着吧 啊 嗯 恢复原状了吧 啊 不能不当我好了 我 鼓起来了 姐姐 你真是太厉害了 嘿嘿 那是当然 我加些冷水下去 再拿起来 哇 真的好了 姐姐 你究竟是用了什么魔法呀 快点告诉我 姐姐 哎呀想知道 这是热胀原理 热胀原理 对 所谓的热胀原理 就像我刚才那样 把步道翁放进热水里 它肚子里的空气被热水加热 就会膨胀 使步道翁鼓起来 恢复原样 哦 嘿嘿嘿 姐姐你可真厉害 没错没错 嘿嘿 其实 我也是去问老师 才明白的 姐姐 你终于不会不懂装懂了 哈哈哈 小朋友们 遇到不懂的问题 就应该动动脑筋搞明白 不懂装懂可学不到新知识哦 你们说是不是呀 小朋友们 再见